事故车啪啪噪 原来是脏车借尸还魂 被铁条砸烂车头的事故车 还有这个被撞得稀巴烂的轿车 统统都是该报废的车辆 竟然被不肖车行 拿来替脏车借尸还魂 当初原本的车 它的造型是这样 那它后来在路上行驶的时候 它有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开划 先取得事故车之后 再跟借车机板共同 再把这个借来的车 用事故车的方式 再去申请品牌 让这些事故车 重新又回到路上行驶 每一辆车几乎都可以 获利在20到40万 我们目前已经掌握了事故 警方指出 不肖车行还会把进口车的 车身号码切割下来 焊接到脏车上 如果是国产车 就把事故车的引擎 装进脏车 再以85车行情价售出 不法获利大约300万元 而在评勾也有类似手法 该集团先取得 事故车引擎号码 再找同款车行窃 然后偷天换日 整个引擎号码 是用整块切除的方式 用信汗的方式 然后粘好的时候 然后抛光 然后再烤气 所以外人甚至于监力站 都有时候还难以辨识 警方表示这个犯罪集团 三年来偷遍约百辆车 因手法细腻 买到的车主都不知道是脏车 两地警方已经依窃盗 卫造文书 诈欺等罪嫌 将这些不肖伤人送办 动新闻屏东报导 战兰 MING PAO TORONTO